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跟前面教過的內容一樣 前面提到一個等速度運動有個速度相等 那現在有個加速度有個加速度相同 來停車站借問 6秒鐘進時加速到10 6秒鐘進時加速到15 兩個加速度有一樣嗎 看就知道怎樣 不一樣對不對 很好 你拿什麼理由說它不一樣 你拿什麼理由說這兩個加速度不一樣 你問問你自己你用什麼理由說它不一樣 再來 一個是5秒加速到向西時速60 一個是5秒加速到向東時速60 這時候兩個加速度有沒有一樣 你們也搖頭不一樣 你用什麼理由說它不一樣 你用什麼理由說它不一樣 你帶出來這件事 我們說過了向量相等必須怎麼樣 大小要一樣方向也要一樣 所以加速度是向量 所以加速度相同必須怎麼樣 大小要一樣方向也必須要一樣 第一個例子是大小不一樣 第二個例子是怎麼樣 方向不一樣 一個向東加速一個向西加速 所以方向不一樣 所以不管是哪個不一樣 反正就是大小不一樣也好 方向不一樣也好 兩個只要有一個不一樣 它就叫做不一樣 就叫做不一樣 它就不叫做加速度相同 讓你理解一下什麼叫做加速度相等 那麼如果我隨時隨地的加速度都一樣 它就表達出來做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我們國中基本上也只處理 等加速度運動 你的加速度會變得 我們基本上國中數學能力不好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因為 我們都是等加速度運動 加速度都會一樣大 加速度都會一樣大 加速度保持不變 隨時隨地都一樣 因為等加速度運動 那麼等速度運動一定是直線運動 但是等加速度運動不一定是直線運動 比如說水平拋射 來想像一下 你現在平平的丟一個石頭下去 石頭怎麼動 彎彎的掉下去對不對 不是直線對不對 可是這個過程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它都受到地心靈的影響 它都有一個重力加速度 它的加速度都一樣 都是所謂的重力加速度 我們後面會再提一次 我們會教 但是它並不是走直線 所以我們說 前面告訴你 如果我做等速度運動 我一定是走直線 一定是等直線運動 但是如果我是等加速度運動 我不一定是走直線 我不一定是直線運動 比如說水平拋射 當然我們國中沒有交水平拋射 就是內容裡面沒有 高中會有 歡迎念高中 OK 那剛才我們說過 我們前面交的那個公式 算出來叫做平均加速度 它當然也可以有順時加速度 某一個瞬間的加速叫做順時加速度 那也一樣 基本上我們國中的數學能力也不太好處理 什麼叫做順時加速度 我們就當做它是一樣 因為我教的叫做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隨時隨地的加速度都一樣 因此平均就會等於順時 平均就會等於順時 當然我們的公式裡面 是有公式可以求出順時 但是基本上 我們大部分呢 就是用平均或怎麼樣來處理 這個部分 反正呢就告訴你 有一個平均加速度 有一個順時加速度 順時就是某個瞬間 但是剛才給的公式 算出來叫做平均 當然算叫平均 你能夠理解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會知道一下 簡單的小小的概念而已 OK